第871集 酷官伟非常高兴 挑选步骑兵共五百人拨给渔虫 渔虫带兵来到渔阳 遇到北魏骑兵一千多人 渔虫对他手下的人说 敌众我寡 不主动出击 我们就跑不掉了 于是大声呼喊着一直向敌人杀去 渔虫一个人便杀死了十几个敌兵 魏军骑兵溃散而逃 渔虫也带着兵士们回营 这次出击 杀死了许多敌人 又生擒了一些 他仔细地讲述了敌军的内部情况 军心因此得到稍稍振作 慕容会这才正式带兵上路 慢慢地向前开进 这个月他们方才到达继城 北魏军围困厚烟都城中山已经很久 中山城里的将士都有心想要出城跟敌人决一死战 正被大将军慕容龙对慕容宝说 拓拔虽然多次获得一些小胜利 但大军在这里寄留已经一年 他们来时的那种凶恶的气势已经萎靡丧失 兵士马匹或死或伤损失大半 人心似规 各部落正在离析瓦解 这正是我们可以将他们打败的大好时机 再加上我们全城的兵民都在想着奋力一搏 如果利用我们的锐气 趁着他们的衰弱就没有个胜利的 如果谨慎始终犹豫不决 等到将士的斗志丧失 环境又一天天的艰苦 那么时间一长 事情就会发生变化 到那时候 虽然想利用机会 一定不会再有了 慕容宝觉得他说得很对 但是魏大将军慕容林 却几次阻止慕容龙的建议 慕容龙准备好出击 却被迫停止 前后一共四次 慕容宝派人向魏王拓跋请求 打算把他弟弟拓跋姑 护送回去 并且割让长山以西的大部分地区 送给北魏 来向北魏求和 拓跋答应了 但事后慕容宝却又后悔了 十一日 拓跋来到卢奴 十三日 他再一次地包围了中山城 后延几千名将士 都主动向慕容宝请站说 现在我们坐手 这座已经山穷水尽的孤城 终有一天会被困死 我们愿意出城 跟敌人决一死战 但是陛下却每每制止我们 这是自取灭亡啊 况且我们被围已经很长时间 并没有产生其他的突然变化 只是白白的盼望 时间久了 贼兵便能自行退去 城里城外的形势 强与弱相差 过于悬殊 他们一定不会自己撤退 这已经是一件很明显的事情了 所以我们应该听从大家的意见 出城与敌人决战 慕容宝答应了 慕容龙退出去后 很快把部队 很快地就把部队调配完毕 召集参谋将左 对他们说 皇上的身为不振作 强盗贼子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侮辱我们 这是我们做臣子的共同的耻辱 我们理应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 这次决战 如果侥幸打败了敌人 平平安安地回来固然最好 倘若有什么不幸 起码也让我们的志向节操 获得一次舒展的机会 你们这些人如有回到北方 看到我母亲的 请千万代替我 向母亲禀告我的这种心情 于是他披带铠甲 跨上战马 来到城门等候命令 慕容林再一次坚决阻止了这次军事行动 众将士气愤至极 慕容龙也流着眼泪回去了 这天夜晚 慕容林派兵劫持了左卫将军 北帝王慕容金 并且派他率领进军去刺杀慕容宝 慕容金用大意拒绝了慕容林 慕容林大怒杀了慕容金 跑出城去逃奔西山 依靠丁陵的残余部落 从此中山城里的军民情绪更加震惊动荡 慕容宝不知道慕容林到哪里去了 总是以为清河王慕容会的部队便在附近驻扎 因此害怕慕容林夺走慕容会的部队 抢先跑去占据龙城 于是他召集慕容龙及票棋大将军慕容龙 商议着要放弃中山去死保龙城 慕容龙说 先帝历经千辛万苦才完成了中山的大业 他死去不到一年便天下大乱 怎么能说我们没有辜负先帝的嘱托厚望啊 现在外面的强盗力量正当强盛 而我们内部又发生了危难 同胞骨肉反目成仇 百姓惊疑恐惧 这样的确是不可能抗拒强敌的 向北迂回我们的孤独也是事所当然 但是龙川那一带地方狭小 百姓贫困 如果我们打算在内里作为一平进途中原 仍然早晚都盼望着取得大的进展和成功 那是一定不行的 如果我们节俭开支花费 爱惜民力 鼓励农耕 训练军队 那么几年之间 官府和民间的积蓄一定会充实起来 而赵魏之间连年战乱 百姓一定苦不堪言 厌倦怨恨之声四起 那时 他们就会思念我们燕国统治时的恩德 我们也或许有机会 回转旗帜 恢复自己往日的地业 即便不能这样 那么我们依据山川险要 巩固自己的势力 也还是足够我们在内里安闲度日 养精蓄锐了 慕容宝说 你说的全都在里 我完全听从你的意见 辽东人高府 善于占卜算卦 一向得到慕容龙的信任和厚爱 他私下里告诉慕容龙说 殿下此次向北撤退 绝对不可能到达目的地 也不可能看到您的母亲太继 假如让主上自己单独前往 殿下暗地里留在这里 一定会有大的工业可以建立 慕容龙说 国家有这样空前的大难 主上遭受奔波之苦和耻辱 而且我的老母亲又在北方 我能够在死的时候 投向着北方便没有什么遗憾了 你这是说的什么呀 于是他将官吏辽鼠召集在一起 询问他们是去是留 只有司马鲁公参军成吉 愿意跟从北迁 其余的人都打算留下 慕容龙全听凭他们自己拿主意 慕容龙的部将谷惠归 劝说慕容龙说 中山城里的人 都是拓拔在餐河碑所杀的 士族的父兄子弟 他们眼睛哭出血来 激愤奔走 打算同魏军决一四战 却被魏军慕容龙所压制 现在听说主上要北迁 都说 能够找到慕容龙家族中的一个人 而拥戴他为皇上 以此来与魏军苦战 即便是死了 也没有什么遗憾 大王您最好是留在这里 以符合大家的希望 等到击退魏军 使经济地区得到安抚宁静 再奉迎皇上的大驾归来 这也不失为一个忠臣呀 慕容龙想杀了谷惠归 但又爱惜他的才华 因此只对他说 一定要那样来期望继续生存 还不如去死呢 十四日夜晚 慕容宝与太子慕容策 辽西王慕容龙 高阳王慕容龙 长岳王慕容胜 率领一万多骑兵 出城去投奔慕容会的军营 河坚王慕容西 渤海王慕容朗 柏陵王慕容剑 还都年幼 未能逃出城来 慕容龙又回到城里去迎户 亲自驾车 终于是他们全部逃脱 后颜将领黎神等人 投降北魏 月浪王慕容会 中书侍郎韩范 原外郎段宏 太史领刘奇等人 率领工匠义记等三百多人 逃奔夜城 中山城中没有了首领 老百姓惶惊惊恐 东门也没有关闭 魏王拓跋打算连夜进城 官军将军王健 则一心想要抢劫 于是就说 恐怕手下的士族 偷窃府库中的财物 请求等到明天天亮再进城 拓跋这才停止进城 后颜开封宫慕容祥 来不及跟随慕容宝北返 城中的军民便拥戴他做了统帅 关闭了城门 抗拒北魏军 拓跋出动他所有的军队 发动进攻 接连几天也没有功课 于是派人登上工程用的巢车 接近城墙 向城里喊话说 慕容宝已经抛弃了 你们自己逃从 你们这些老百姓 白白地找死 打算为谁效忠呢 城里的老百姓便都说 我们这些无知的小民 只是害怕又像 餐盒碑那些人一样 在这里拳且拖延十天半月的活命罢了 拓拔气得直视王剑 把拓沫吐在他的脸上 并派遣中令将军长孙肥 左军将军李立二人 带着三千骑兵追杀慕容宝 到了范阳没有赶上 攻克新城树之后便返回来 十六日 安帝尊奉他的祖母 皇太后李氏为太皇太后 二十日 策立妃子王氏为皇后 后颜国主慕容宝逃出都城中山 和赵王慕容林在城相遇 慕容林没有想到慕容宝会来到这里 大惊失色 赶紧率领着他的不仲向蒲殷逃去 然后又来到望都驻扎 然后又来到望都驻扎 当地的土人还为他提供粮草 慕容祥派兵袭击慕容林 抓获了他的妻子儿女 慕容林自己则逃脱进入山中 十六日 慕容宝来到寄城 他的宫廷中的亲信进城 或走散或逃跑 几乎一个也不剩了 只有高阳王慕容龙 所统率的几百名骑兵担任警卫 清河王慕容会率领骑兵两万人 到济南去迎接 慕容宝对慕容会表情举止 充满怨恨的样子感到奇怪 偷偷地告诉慕容龙和辽西王慕容龙 慕容龙慕容龙都说 慕容会年纪小 但很早就能独当一面 养成了骄纵的习惯 怎么会有别的想法呢 我们有机会 一定会依据礼仪制度的道理来责备他 慕容宝虽然听了他们的话 但还是下诏解除慕容会的兵权 转交给慕容龙 慕容龙坚决推辞 于是慕容宝只好减少慕容会的一部分兵力 分别交给慕容龙和慕容龙 他又派遣何西王库冠记 统领三千部族去帮助守卫中山 给慕容龙坚决